在人间,我们看不到本性,看不到良心,就会做很多的坏事,做很多不好的事情,动很多不好的意念 所以在人间,人想看到自己的本性是很难的,只能说摸摸你的良心说话,也就是说,良心已经看不见了,只能摸了 犹如瞎子是靠摸的,如果能看见,还需要摸吗?道理很简单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我们在人间的本性已经看不清楚了,只有在天上才可以看见 看见之后,你才可以对照,才能映照你的本性和你的良心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各位师兄好,我分享一个很灵验的事情 这段时间,我在每天做功课的时候,都祈求观世音菩萨妈妈化解我的冤结 让我开智慧,提升境界,可以救度到众生,度人成功 得知我的弟弟现在已经开始念经了,我就没有告诉他 直接在网上给他买了装经文的红布袋,小盘子,技术器等必需品 神奇的是,第二天,我给弟弟打电话,告诉他我给他买了红布袋等 他还没等我说完,想都没想就说 我知道,我后台看到了,一个红布袋,一个镊子 我准备打电话客服问问,我就没下单,怎么回事 他还做了退款 我一下懵了,我买的,他怎么能看到订单 后来我俩都觉得不可思议 他再打开他的后台,就看不见订单了 挂完电话,越想越感动,越想越开心 是菩萨妈妈电话了我弟弟,也在帮我度人 弟弟也很感动,他现在已经开始念经了 感恩菩萨妈妈慈悲 感恩同修的分享,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的心分享一件神奇的事例 5月23日和婆婆去中心医院看病号 中心医院部分科室搬新院区 要看的那个病号正好在新院区 我没有去过新院区 但我心里很清楚新院区的位置和路线 像是路过那里 我跟婆婆说,我知道位置和路线 我路过那里,路线也刚刚改造好 到转换路口也不是十分清楚 正当迷茫时,有路人在我们前面转到另一条路上 我迷迷糊糊糊也随他转过去了 转过去之后发现是对的 我们到医院后才发现 我根本就没有路过这里 顿悟,这是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和恩师慈悲神力指导啊 包括刚刚那个路人 也像是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和恩师指派啊 心灵法门的佛子真是太幸福了 希望看到我分享的还没有修的有缘人 赶快修心灵法门念经修心吧 五大法宝好好修 有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和恩师保佑是个宝啊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如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正信正念找回般若二 正信正念找回般若二 我们学佛人 为什么都要静 安静才能产生智慧 智慧才能去除磨难 因为当一个人有困难 有磨难的时候 有烦恼的时候 就是靠着你的智慧 当你有智慧 你就能化解一切的冤结 跟人跟人的关系一样 当你有了智慧了 你对别人家 有什么事情可以帮助的 那么人家呢 一定会对你非常好 很感恩你 也会反过来呢 都帮助你 所以自己要明白 自己心正最重要 心正不怕影子歪 所以最要紧的就是自己的心 我们学佛 人要学佛的心 学菩萨的心 因为你有善缘 所以你才会有善心 这个很重要的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在人间 虽然表面上你的心看不见 但在你的心里 要感觉像看见一样 师父给你们讲一个道理 比如一个人在演戏的时候 明明没有门的 他要假装有一扇门 走过去拉开门 然后往里面看看 明明什么都没有看见 但是他要假装看见了 又如表演缝衣服 明明没有针线 但是他要假装有针线 假装缝衣服 也就是说 你要把天上看见的东西 用到我们人间看不见的地方 这个人才叫有官 才能有修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